虫草花并不是冬虫下草开的花 因为它的功效作用和冬虫下草比较相似 所以得到这个名字 虫草花其实是一种和蘑菇比较类似的真菌 它也是一种中药材 能够起到很好的调理身体作用 里面含有的营养物质也是非常多的 虫草花的功效与作用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虫草花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虫草素 能够让免疫系统的巨氏细胞活性变得更强 能够让免疫功能也变得比较不错 这样抵抗疾病的能力自然也可以变得更好 抵抗肿瘤 有研究发现 虫草花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虫草多糖 有着非常多的活性功能 能够让免疫能力增强 而且还可以达到很好的抵抗肿瘤效果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修复肝脏损伤 抗氧化 虫草花里面含有超氧化物 其化酶为活性抗氧化物质 而且还含有虫草酸 能够把身体里面所出现的多余氧化自由基给清除 这样就能达到很好的保护细胞不受到破坏 以及自由基的干扰 抵抗氧化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降低血糖 虫草花里面含有虫草多糖 可以让胰岛素的分泌变得更多 这样肝脏里面的葡萄糖代谢酶的活力 也就可以变得更强 这样可以起到很好的降低血糖作用 抵抗衰老 虫草花里面含有超氧化物 其化酶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达到很好的清除自由基作用 这样身体衰老的速度自然就不会那么快 保护肝脏肾脏 虫草花里面含有的一些物质 能够让肾脏血流量增多 可以达到改善代谢紊乱作用 起到保护肾脏效果 又可以让微循环以及血流量变得更快 这样症状激素的分泌 就能得到有效的调节 虫草花哪些人不能吃 虫草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像月经期间的女性 有发烧问题的人 婴幼儿都是不能吃的 热性体质的人 高血压 中风患者以及肿瘤疾病患者 在放疗期间也不能够吃虫草花 而且虫草花的食用量也有很大的禁忌 虽然并没有太多的毒副作用 但是吃多了也容易引起上火情况出现 虫草花的食用禁忌 吃虫草花需要注意的事项也是非常多的 在使用之前最好能够弄清晰 因为虫草花上面的一些附着物质 有很大的食疗作用 如果清洗的话 就会让真菌包子粉流失 影响到它的功效 有一些散装的虫草花被很多人都摸过 看上去不是非常干净 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地清洗一下 但不要泡太长时间 虫草花煮汤喝不要煮太长的时间 这样营养成分也会被破坏掉 而且香味也会流失 所以应该在汤快要煮好的时候加入虫草花 用小火慢慢的炖煮半个小时 如果用炖锅来炖煮虫草花汤 那么时间应该控制在两个小时之内 用虫草花煲汤 炖汤里面不需要加味精调味 因为汤已经足够鲜美了